很多人不知道 很多人不知道的時候 很多人會擔心 很多人會擔心 經濟壓力 健康 情緒問題 很多人會憂慮 想找一些方法 如何擔保我前面更好 如何得到幫助 有些人好 會尋求占卜 拜偶像 我希望大家知道 因為 占卜和拜偶像 是占野邪靈的 不要以為 我信耶穌 我又拜那些 是不可以的 耶穌是忌邪的 看見我們拜偶像 神是不歡喜 並且可以懲罰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信耶穌 又找風水 又拜其他 祖先我們可以紀念 但就不要拜祖先 因為祖先不是神 祂是人 祂都收不到人拜祂 今天最主要說 神掌握全部 所以人知前面 神掌握 神掌握就不用擔心 神掌握在一起 他的聖經語言 是非常準確的 是極度的準確 所以我們知道 心裡就不要擔心 我知道一切的事 神都全部都知道 首先 有些人說 會否在耶穌之後寫呢 這裏我給大家看到 是不可能的 第一就是在主前650年 就是這句 沒有了這個 主前650年 左手邊那裏 舊約有些銀卷 其實那裏是很少的 在聖經裡面 有一些祝福 在主前650年 好像聖經那樣的祝福 所以知道聖經那時候 之前已經有了 接著就是 主前300年 就有希列文 即是 舊約聖經翻譯了 希列文 叫七十四譯本 你也看到原來 在聖經的造影已經有了 是按這個 按這個 因為按這個 上面一個 然後就是 死海古卷 這個很特別的 主前150年 是有聖經裡面 很多的經卷 尤其是 以賽書 整卷 同卷 整卷是完整的 這個是非常奇妙的 所以聖經在耶穌之前 已經寫了 不是過後寫的 不是過後寫的 我們選擇一些簡單的 就是關於釘十字架 因為耶穌釘十字架 就是為我們死 耶穌釘十字架 這個刑罰 在歷史上 只是存在幾百年 而在耶穌之前 一千年 大胃已經預言到 他要釘十字架 但是那時候 沒有釘十字架 因為在歷史上 只是存在六百年的時間 之前也沒有 之後也沒有 羅馬人 有時候有很多人釘 其實衣服是除了 所以是一個很羞辱的刑罰 原因是什麼呢 他要羞辱這個人 所以耶穌在十字架上 是全部衣服都除了 通常有些人畫圖 有一塊布 其實是神简上 最羞辱的刑罰 讓耶穌為我們 承擔這個 最羞辱的刑罰 在耶穌之前 一千年 已經預言到了 我們看一看 下面一章 slide 就是這個 什麼時候開始有 釘十字架的刑罰呢 就是主前三百至四百年 然後什麼時候 釘十字架被廢 就是主後三三七年 所以釘十字架的時間 只有七百年有釘十字架 之前有沒有 之後也沒有 但是在主前一千年 大約已經預言到 釘十字架 我們讀一讀這個經文 詩篇二二篇十五節 我的精力枯乾如龍啞片 我的舌頭貼在我牙床上 你將我安置在死地的塵土中 犬女圍著我 惡黨環擾我 他們扎我的手 我的腳 十八節 他們分我的外衣 為我的女衣 黏溝 這個講到 就在十字架的仇 我們怎麼知道 十字架呢 就是刺透 刺透我的手 我的腳 講到 整個人的精力沒有了 舌頭貼在牙床上 即是說 口很乾 乾到舌頭很難動 在死地 是死了 寫這個詩篇 是誰寫的呢 就是大衛所寫的 大衛是沒有釘十字架 沒有被人刺透手和腳 但耶穌是大衛的後裔 大衛在他親近神的時候 他經歷到耶穌十字架 他就將他寫為第一身 但這件事在大衛身上沒有應驗 而是應驗了 就是真的 耶穌就是釘手和腳 和他的衣服被人分了 而內依勒被人抽籤去分了 所以這個經文很清楚說到 是釘十字架的 我們先講了一個時間 就是 在耶穌之前一千年 大衛預言是十字架 然後是波斯人發明 釘十字架就是主傳三百多年的時候 所以預言六百年之後才有釘十字架 然後到了耶穌在公元三十年的時候 釘十字架 然後到了三三七年就被廢 所以大衛是一早被聖靈啟示 知道將來的刑罰 其實我們中國人都有很多刑罰 大家如果看一些電影 或者網上的記載 有很多不同的 很殘忍的刑罰 日本人有很多殘忍的刑罰 不過也沒有釘十字架 世界很多地方都有很多殘忍的刑罰 但也沒有釘十字架 是為了這段時間 只有釘十字架 讓我們看到這個預言的特別 不是說 好像很周圍都有 不是沒有 但聖經一早知道 讓我們知道聖經是神所啟示 這段時間是神所啟示 我們一起讀《馬拉基書》三章一節 《萬君之優華說》 《我要差點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你們所談過的主》 《必忽然進入他的殿》 《立憂的使者》 《就是你們所養母的》 不需要用判製,因為他沒有補助 好了,這裏說是耶和華說的 他說我要... 那個是否刪掉他,不能動? 他自己背的,對嗎? 文君耶說,我要猜獻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即是說,神說,我要猜獻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這個經文在哪裏應驗呢? 聖經講到,這個好像以來押,就是施洗若漢 耶穌不是講到,他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在誰前面預備道路呢? 在我面前,即是耶和華面前 即是耶穌是誰呢?就是耶和華 大家明白嗎? 因為聖經不是講到,施洗若漢是為耶穌預備道路 這裏講到耶穌是誰呢?就是耶和華 祂說,我的妻、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然後就講到你們所尋求的主 這個主的字,其實在舊約是跟神的字一樣的 意思是他們用的時候一樣 因為耶穌華這個名字太聖結了 所以猶太人,他是不講耶穌的名字 他是講主的,將它轉為主字的 然後就講到你所尋求的主就會忽然間入聖殿 立約的使者就是你所養過的 使者不一定是天使的 使者就是一個人,一個使者,一個王,一個大使 去某個地方 這個叫使者,不一定是天使的意思 即是神的使者,這裏講到天使者就是耶穌 他又是立約的主,尋求的主 又是立約的使者 他就是你所養過的,快要來到了他們當中 而這裏上文說的是 耶穌華的親使者為他預備道路 所以來到這個就是耶穌華 所以這裏是告訴我們 耶穌就是耶穌華 耶穌華其實是三個一體 聖父、聖意、聖利 在去年也有三個一體 在創世紀那裏講到做人的時候 他說,我們要照我們的形象 大家回去看看創世紀那裏講到 他說,我們要照我們的形象 來創造人出來 好了 在以賽書 第六章那裏講到 我可以差遣誰 誰肯為我們去 這裏有單數有眾數 我可以差遣誰 誰肯為我們去 所以就讓我們看到 就是神說 我可以差遣誰 誰肯為我們去 所以在舊月也有說到 神是眾數的 好了 我們看看歷史 這個歷史是非常重要的 舊月的聖年 因為以色人聽說 在主持586年被毀滅 然後 神就說 七十年之後 他要回去重建聖年 就是以斯拉 以斯拉紀 他就回去重建聖年 在主持516年的時候 重建聖年 但是到耶穌的時候 已經過了500年 你想想 我們這裏100年都很殘 過了500年當然很殘 神感動一個人 真的很奇妙 因為這個人 就是希律 希律王 我們看看他很殘忍 他將聖年擴建 將面積擴建一倍 就是何時開始 主持19年 所以到耶穌的時候 他已經擴建了一部份 已經大部份擴建好 不過他一直擴建到何時呢 擴建了主持63年 才停止 即是修緝 修緝那個聖年 所以這個聖年很靚的聖年 有幾長的時間 主持19年 直到聖年被毀 主持70年 耶穌被釘之後 主持30年 由70年 同一世代 耶路撒冷被毀滅 由主持19年 由主持19年 到主持70年 早到多久呢 89年 即是這個聖年 很靚的 修理好 其實是未修理好的 開始修理 89年的聖年 就是這89年中間 耶穌來了 因為聖經說 他要在聖年 忽然間出現 這裡我們看到 他忽然間 忽然間 忽然間進入他的地位 他忽然間進入這個地位 而當時說到的聖典 就是這個聖典 因為之後這個聖典 沒有了 到今天也沒有了 所以進入的聖典 唯一就是 在主後70年 之前 在之前進來 所以讓我們看到 你如果是誰呢 就是 耶穌就是 耶穌說來到我們當中 就是立約的使者來到我們當中 就告訴我們 就是說 耶穌就是耶和華 大家看到嗎 就是在這段時間 因為聖經說了 他會趁我的使者 在我前面預備道路 而這個使者就是 以利亞 我再解釋一下 大家可能會明白些 就是 以利亞為耶和華預備道路 就是說 耶穌就是耶和華 他們所尋求的主 這位主 就是忽然間進入他的聖典 即是他會入聖典 立約的使者 就是你所養慕的 快要來到 聖經裡面說到 什麼人都不是養慕的 是嗎 唯有神才可以養慕的 而我們看到什麼呢 就是看到 這個聖典之前已經壞了 即是已經很舊 很殘舊 但是神會感動 希律王 是一個很殘忍的王 居然會重建在主前十九年 主前在這個時候十九年 就重建 而這個聖典只有八十九年的壽命 即是在那時候 即是他重建開始 只有八十九年就沒有了 而耶穌可以當主在那時候來 只在那時候來 之後來了就猜慈了 聖典已經毀滅了 這個是歷史事實 主要七十年被毀滅 他就在那段時間來到 所以是不是很奇特 即是說 限制了只有 因為在那段時間 只有耶穌基督 是按照聖典的預言行神跡其事 並且叫死人復活 行在水面上 並且他自己從死裡復活 並且我們今天奉耶穌的命 可以趕鬼 可以醫病 可以趕變人的生命 就讓我們知道 耶穌真是真實 因為沒有其他人在那段時間出現 因為這段時間出現 是有這種權命 即是說 我是神所派來的 我能夠行這些神跡 證明我是神所派來的 在當時是沒有另一個人物的 所以耶穌是唯一的人物 是應驗了這些預言 證明他就是神所派來的救主 他也是耶穌華自己的 在這裏可能有點複雜 不過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 即是聖殿那段時間 重建那段時間 就是救主要來 神要來到 那麽簡單 就是這段時間 就是耶穌來到 所以我們看到什麽呢 神一早什麽都知道了 聖殿會重建 又知道了 那時太殘疚 又再整個靚天 又知道 而且是神感動希律王去重建 這裏我所說的 希律擴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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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聖殿 就好像全然為了耶穌那樣 我現在將那個時間 即是那部份的時間 再擴大 將它擴大 就是主前十九年 大希律開始擴建這個聖殿 然後呢 建這個聖殿 之後十五年 因為耶穌降生 有一個人 他在歷史上 他就說 我要將耶穌降生 定為歷史的中間點 之前就叫主前 之後叫主後 不過這個人 計錯了四年左右 所以耶穌降生大約是主前四年 即是他們計算錯不了 他計算錯不了 所以主前十九年 到主前十四年 那四年已經整了十五年 由耶穌來 即是開始重建十五年 然後呢 耶穌降生的聖殿 應該在主後二十九年 或三十年的時候 然後耶穌全讀 然後呢 就是有四十年 有四十年 一個世代 耶路撒、聖殿 和聖殿 就被毀滅了 讓我們看到 神真的將這段時間 預備好 耶穌要來的 但這兩個人是甚麼人呢 他殺了他三個兒子 和一個太太 和莫母 你說是不是很殘忍 為何他殺了這個人 他稍為懷疑他死了 他可能想篡位 想做王 那他就會把這個人殺了 即是稍為覺得他 可能呢 這個人 有些勢力 或者那些人很喜歡他 他就殺了他 然後呢 他翌日 奪了他的胃 但是神可以 那種能力有點厲害 他可以感動大希倫去重建 重建這個聖殿 並且有不同的地方 他是很喜歡重建 但是他最特別是重建聖殿 而他是殺嬰孩的人 即是耶穌出生的時候 不是有巴黎行的 就是他殺了 就是他殺的 即是他很妒忌 他怕耶穌出現 即是他怕他出現 於是他就走去 將四景之內的嬰孩 全部殺清 但這個人居然是會重建聖殿 很特別的 那他的意思是 還有一個地方 也是他重建的 是甚麼地方呢 就是阿伯拉罕 以撒馬國 他不是說他買了一個洞 藏的地方 他就在那裡建了一間 大的建築物 那裡可以去看那個地方 阿伯拉罕被藏的地方 這個聖殿 那些石是很重的 有很多是幾十噸 但有些最重的 哇 六百噸 我簡直都沒有想像 那些人可以搬到 那時候沒有機器 怎樣搬發呢 真的沒有想像到 那些石 你想想 那麼長 那麼長 那麼厚 那麼厚 這是另一塊很巨型的石 聖殿的巨石 是非常之重的 好了 這裡我又說到另一個遺言 這個遺言說到甚麼呢 就是耶穌被釘的時間 和耶路撒冷被毀滅 聖經原來一早說 耶路撒冷被毀滅 和一路打仗到底 但你不要看聖經 先看著我 不如我先解釋一下 先看一看經文 原來呢 在主前四百五十七年 神透過以斯拉說到 他會重建耶路撒冷 即是說到那時候 開始重建耶路撒冷的生活 然後呢 到了耶穌出現 是四百八十三年 就是六十九個七 聖經都將他講出來 六十九個七 然後耶穌來到 即是在主前四百五十七年的時候 開始重建耶路撒冷的一部分 那時候開始計 直至耶穌被高為受高者的時候 即是主後二十六年的時候 他成為受高者 因為這個就是 施世浪和他施洗 施世浪和他施洗 就是他三十歲的時候 大約是主後二十六年的時候 那時候計算是有四百八十三年 即是說在出命令 重建耶路撒冷 直到耶穌來的時間 有四百八十三年 然後呢 然後呢 耶路撒冷就毀滅了 即是將聖殿的那個時間 這個重建的聖殿 限制了在我們所說的 那八十九年的時間 限制了那個時間 之後呢 聖殿的毀滅 到今天都沒有聖殿的 然後呢 還說到他打仗到底 所以將耶穌來的時間 限制了 耶穌一定是那段時間來的 我們看回這個經文一起讀 但耶穌九章二五節 你當知道當明白 從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直到有受高軍的時候 必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正在加拿的時候 耶路撒冷連街大豪都必重新建造 過了六十二個七 那受高者必被剪除一無所有 必有一往的民來毀滅者成活聖所 至終必如洪水充滅 必有爭戰一直到底 方來的事已經定了 從出命令 重新建造耶路撒冷 因為他們毀滅了 直到受高軍即是基督 受高軍即是尼賽亞 在舊約就是尼賽亞 新約希臘文就是基督 的時候有七個七和六十二個七 即加起來就是六十九個七 乘出來就是四百八十三年 正在加拿的時候 耶路撒冷連他的城 和街和河 即在城周圍建了一個深的地方 當那個城的門關了的時候 那些人進去就要爬那個河 即是讓人難一點去攻擊這個城 都會重新建造 但是什麼情況呢? 艱難 因為他們那時候是沒有復國的 以斯連亡國 他們首先就是北國被阿淑滅了 由南國和猶大國就是被巴比倫毀滅 毀滅了之後他們一直都沒有重建 他只是讓他們回去 波斯給他們回去 波斯王給他們回去 但是回去他們沒有國家國 他們仍然是在波斯之下 然後後來就是希臘之下 後來在羅馬之下 完全沒有復國的 所以他是很艱難的 你這麼艱難 怎麼可以人家給你這麼多才能 去重建耶路撒冷 所以重建那個聖殿 就不是那麼漂亮的 但後來希臘那個起就很漂亮 所羅門起過非常漂亮 非常很多 後面之後起的都沒有那麼漂亮 因為他為什麼呢? 之前那個有很多金銀寶石在裡面 後面一個是絕對沒有那麼多的 金銀寶石在裡面 好了 他重建了過了62.7 即是說這條上高7.7和62.7 即過了這個62.7之後 受高者就會被剪除了 他就會被殺死了 這個很特別 基督 舊約的尼塞丫 神所差利的救主 居然又被殺死 所以這個另一個經文 說到基督是會被殺死的 一無所有 就是他被殺死了 然後有一皇的文 來毀滅這個城和聖所 這個就是羅馬人 羅馬人來毀滅 就是主有七十年 在同一個世代 所以將耶穌離的時間限制了 如果耶路撒羅已經毀滅了 那麼他來就已經遲了 他一定在耶路撒羅毀滅之前來的 然後他毀滅這個城和聖所 就如洪水充滅 沒有了 就是那個地方毀滅了 他們亡國了很多年之後 才回到以色列 也試過 還有打仗一直到底 現在到今天都經常打仗 在這個地方 所以這個語言說到什麼呢 耶穌何時來 和耶穌來之後 耶路撒羅毀滅 然後打仗到底 那真是 在那段時間 耶穌來之後 耶路撒羅毀滅了 耶穌來的時候 也都按照聖經的語言 但正式我們看過這個經文 我們讀一讀以色拉的九章九節 以色拉最主要是重建聖殿 不過他有提到耶路撒羅毀滅的城牆 我們一起讀 能重建我們神的殿 收其毀壞之處 使我們再由大和耶路撒羅毀滅 有城門 有城門 即是說了一句 他有城門 他會不會起了聖殿 同時起了少少的城門 有可能是這樣 起這個城門有這樣的可能性 從那時候開始的 457年 457年加26年 如果你有心算 多少快 6加7 就是13年 然後2加5就是7 加1加8 就是483年 剛剛有69.7年 從村民來重建耶路撒羅 直到基督受高 就是受洗的時候 是有483年 這個中間就是耶路撒羅毀滅了 之後就是耶路撒羅 這個重建 對不起 這個是重建 然後之後就毀滅 我們就看到耶路撒羅 就是在那時候 而且是在大希律 修緝這個聖殿之後 這裡就是我們看到中東的其中的相片 實際上太多太多了 如果你上網找 每年都有很多很多這些恐怖活動 每年都有很多 你看新聞的只是少數 經常都有 如果你上網 如果你用英文找 找那些 terrorist 的行動 你會找到很多很多 周圍都是在哪裏爆炸 其實在 我去過伊斯蘭的地方 有人告訴我 他們說 伊斯蘭之間的鬥爭 那些爆炸比他們炸人還多 他們經常都自己鬥爭 因為伊斯蘭裡面也有分黨 他們互相都會有恐怖活動 不同的恐怖活動 以及訓練 他們有很多訓練 成為全世界都 他們盡量找地方 去訓練那些人 做恐怖活動 他們招聚了些什麼人 很多 對社會很不滿的人 就說到 我們可以做一些方法 他們對你這麼不好 你要打他們 公平 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他們也很多時候 去監獄 去一些地方 去招聚了很多這些人 去成為恐怖分子 甚至都是小孩子 這些是小孩子 這些小孩子 從小時候訓練他們 如果信道 為了信仰而死 即上天堂 擔保即上天堂 他就說 好了 我們現在先看看預言 我們一起讀一下 聖經預言 肯定是在耶穌之前 已經寫了 就是聖殿仍然在 之前已經寫了 左手邊 早有聖殿和聖經 非過後寫 就是說這些預言 因為之前有聖殿 他們在聖殿裏讀聖經 還有我們先看到 有寫開古卷 還有其他的舊約聖經 反而去做希臘文 和其他語言 就是說聖經一早存在 有些人說 那些預言這麼準確 是過後寫的 我們先讓大家看到 是之前已經寫了 所以那些預言 是真是預言 好了 預言了些什麼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未有釘十字架 之前預言主釘十字架 第二 預言主衣服被人除掉 不是常 這才不是說到 分兩外衣 為他的女衣 黏溝 就是那些衣服全 因為普通全世界 判死刑都不穿衣 你看全世界都是 什麼地方判死刑都會穿衣 但是羅馬人釘十字架 他是全脫衣 然後下面 神忽然進入聖殿 希律收殿十五年主降生 就是神會忽然間 我們看的經文 就說到 神忽然間會來到 神會差異事者 在他面前預備道路 預備他的道路 然後 他會忽然間在聖殿出現 而這裡說到 希律就會收這個殿 十五年 收你好了 然後耶穌來到 就是可以收你緊 其他之後的收緝 就是細一點的收緝 但是耶穌之前的收緝 最重要的收緝已經做了 然後 出靈 重建聖城 至主被殺 483年 就是 出靈命 重建耶路撒冷 知道耶穌出現 483年 69.7 然後 主被殺後 愛人來毀聖城和聖所 就是 耶穌被釘死後 耶路撒冷 就會被人毀滅 還有聖城和聖所 聖城就會有爭戰到底 中東戰爭 就會一直打仗到底 所以讓我們看得到 聖經的語言很準確 我再簡單說一次 就是 未有聖城之駕 已經說明會有聖城之駕 如果你不記得 你記得這幾個就可以了 大約記得 你不記得一切 不要緊 大約記得 就是 已經有聖城之駕 早就預言了 即是那時候還未有 接著 聖城之駕 說了 手腳的聖磚 和衣服被人分了 沒有衣服 穿到聖城之駕 然後 神忽然會入聖念 而聖念是修理好 等他來的 然後 雙命令重建聖城 直到耶穌出現的 對不起 這個寫錯了 不是主被殺 是主被高 是受高 主受高 是483年 然後 主被殺之後 外人 狼瓦人 就來毀滅聖城 和聖所 然後聖城 就會一直有爭戰到底 就是中東的戰爭 是不是很奇妙 很清楚 所以預言到耶穌是釘實節駕 那些三個人分 然後預言到 他在聖念出現 亦都預言到 他出現之後被殺 被殺之後 耶路撒路毀滅 毀滅了之後 一直打仗到底 全部都應驗 讓我們看到 聖經的預言 不是蒙蒙茶茶的 這個世界上有些人寫的預言 不過他是很隱悔的 有一個中國人 叫做劉伯溫 明朝的時候 是說他怎樣神奇 他說的一些預言 是甚麼呢 將來鐵樹開花 那些人又說是變燈膽 那些人又說是變燈膽 可以甚麼都可以 你本人都沒有清楚 但是聖經的預言 是很清楚 講明 不是蒙蒙茶茶的 當你看這些預言 你會不會很驚訝 和佩服神的大能和安排 會不會 哇 聖經這麼準確 所以大家信耶穌 不要信一句 有很多人信耶穌 信少少 一有煩惱就不信 一沒有錢就不信 一被人拆弱就不信 一有女朋友 男朋友走了 家裡有些紛爭 耶穌都不幫我 我又不信耶穌 很多人就會很容易遙動 但是我們要記實 神是這麼真 甚麼遙動 我們都不要改變 那些遙動是人的問題 不是神的問題 大家可否搞清楚這件事 有人罵你是神的問題 還是人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你有家人罵你是神的問題 還是人的問題 是人的問題 你有病是人的問題 還是神的問題 是人 是人 我們身體會衰弱 照顧不好又會病 還有煩惱會病 容易病些 人到路 始終有一天都會病 這個病不是因為神不好 是因為人的問題 所以我們甚麼發生 全世界都倒閉 聖經講到這個世界會倒閉 將來在每日之前 有很多問題 都不要離開神 是吧 大家會否敢生 有誰會說 我以後都會跟著神 信靠耶穌 跟從人 愛神 有誰會 甚麼事情發生 都會有信靠耶穌 到底 千萬不要遙動 甚麼事情發生 都不能遙動 希望大家都很驚訝 嘩 你看 好像那個寶寶 那麼驚訝 還有 我們稍為講講 就是神可以經歷 這個神是真 祂不只是真在天上 好像很厲害 祂在地上也祝福我們 是可以經歷的 經歷到甚麼呢 喜樂 重甲釋放 又供應我們的需要 又醫治我們全人 很多東西 神有很多祝福 聖經說到 聖廷果子 有仁愛喜樂和平 會開心 平安兵鬆 所以你越想開心 又怎樣呢 親近神就越開心 小親近神 就經常都 哎呀 那些人很慘 那些人對我不好 哎呀 我都麻煩 這樣 但越親近神 沒有發覺平安喜樂 所以在家裡每天都 讚美神 敬拜神 那你就有平安喜樂 還有勞苦丹 重甘可以得色光 但有些人 每天都要丹重甘 每天都要想起 誰對我不好 誰說什麼 那些是垃圾 那些人不是垃圾 那些人不是垃圾 而是負面說話 那些垃圾 那些垃圾好不好吃 有些人反覆思想 不是聖經 是反覆思想垃圾 他罵我衰 為什麼他罵我衰 哎呀 我又衰被他罵 他又衰就罵我 一直反覆思想 有沒有用 有用 越罵越什麼 越激氣 越不開心 所以呢 垃圾就不好吃 你家裡會不會吃垃圾 不會 你會吃好東西 對不對 我們吃什麼好東西 神那裡來的就好東西 所以呢 或者有人對你好的地方 我們要受諾 但是呢 垃圾就不好吃 這個很簡單的原則 是不是很簡單 垃圾不好吃 不要反覆思想 垃圾就放手 不要想太多了 好了 又醫好傷心的人 很多人就像這個人 哎呀 沒有人愛我 我又沒有用 我最蠢的 我經常失敗 人欺負我 我最可憐的 有沒有這樣的想法 有 有些人經常都是這樣 那這些想法好嗎 不好 不要經常想 你越想越無用 你越想越無用 是不是 想多些 神愛你 其實你要每一個 你不要說自己 哎呀 我年紀大了 哎呀 我沒有什麼知識 哎呀 我不夠厲害 不用怕的 因為神的能力夠你用 我見過一個婆婆 很年紀大 但是呢 她有被神改變 她分享 她怎樣傳風險 我看到她 真的有神的生命 其實任何一個都可以 不要說 哎呀 我不行 我不行 每個都可以有神 神醫好你的心 先先醫好 先把重担放下 有些人說 哎呀 等我先醫好 事奉神不用的 你一路醫就可以一路事奉 事奉可以什麼呢 告訴別人 耶穌很愛我們 我怎樣經歷神 我本來很煩惱 現在已經鬆了 那耶穌少少經歷就可以分享 這樣呢 就會被神去改變 而且因他受的邊傷 我們得了醫治 耶穌是醫治的神 有幾個人經歷過醫治 舉手給我看 有幾個經歷過耶穌的醫治 哇 感謝神 你這麼多人經歷耶穌的醫治 好 感謝主 放下手 第二個問題 有幾個人在這裡為人祈禱 人不得醫治 請你舉手 有幾個 哇 感謝神 都有好幾個 好幾個 那就是說 你們多些去做 多些去做 為人祈禱 有病就為他祈禱 有信心 神是聽你的祈禱 所以神這個人很真 所以我們使用的時候 可以帶人去信耶穌 好 既然耶穌這麼真 我們如何得到耶穌的救一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我們若認自己的罪 神是信實的 是公義的 必要赦免我們的罪 洗淨我們一切的不義 因為耶穌已經承擔一切罪的認罰 有些人就說 他承擔全世界那些其他人 不過我的罪不行 我的罪太大了 會不會 不會的 多大的罪神都承擔 就算希特拉的罪都承擔 如果希特拉真心悔改 他都可以得救 不知道他有沒有真心悔改 即是說很多人 就算猶大 他肯真心悔改 他都可以得救 不過他當時只是後悔 他就去自殺 他就沒有求耶穌赦免他 但如果我們真心悔改 神是一定赦免他 所以不要說 哎呀我很多罪的 我不行的 我的罪是多的 哎呀很多 我經常都犯的 那你就說 耶穌赦免 求耶穌赦免 真心信靠耶穌赦免 耶穌赦免 耶穌赦免他會甚麼 開燈 你開燈的燈會不會有一天 我今天不開給你 你吹呀 我不開啊 我是不開 你按他也不開 行不行 除非他壞了 他不壞 你一按他一定會怎樣 一定會開燈 神的燈會一樣的 你一信靠 一定成就 神的燈會不會搖動的 總之你真心悔改 他一定赦免的 信靠耶穌 接待就是信靠 凡接待他就是信 信耶穌就是接受耶穌 耶穌來呢 來我的心 來我的心做我救主 做我的主人 這樣就是接待耶穌 接待耶穌 有些人這樣信耶穌是怎樣 我信耶穌在天上 聖經不是這樣說 魔鬼都信我 不是信耶穌在天上 我是接待耶穌入我的心 耶穌來了 耶穌來做我的主人 這樣才是信耶穌 因為很多人以為 很多人拜偶像 擺個神主位 擺個什麼位 那些就是信 總之擺個位 但信耶穌不是這樣 是邀請耶穌入你的心 我們就成為神的義女 厲害嗎 很厲害 神的子女 有很多人說 有很多人會這樣想 做神的子女更好 有很多人會這樣想 做神的子女更好 做神的子女更好 因為神是賣王之王 但有些人會說 我做神的子女 做得來不太好 我們就反省一下 我們有時候 我們有很多煩惱 如果你信耶穌 一天親近神 你就有喜樂 就算你 神會供應你的 你不會窩死 但是你不一定要每次吃包廁 你夠吃的東西 已經可以開心 你睡一張床 不用很大張 你加一張床 都不會很大 大張的頭也沒用 他的廁所都是一個座位 他一等都一個座位 他不會 超大的廁所掉下去 他一等都不會超大 超大 一坐都不適合床 都是這麼大 不過可能他會舒服一點 你都可以做得很舒服 對不對 所以不用羨慕 他都有錢 我們有天賦 做你更好 對不對 現在是這樣 大家一起說 凡真心信靠耶穌 赦罪 遵從神的人 將來可以進天堂 為何有遵從呢 記住一個東西 信靠救恩 就得救 不過信心必定產生什麼 好行為 因為信心我行為是死的 你說信耶穌 每天回去罵人 每天講大話 每天偷錢 還去店舖偷東西 每天偷東西 每天偷東西 這個人得不得救 很有疑問 因為他不悔改 他有犯罪 所以信耶穌得永生是對的 不過信的意思 不只是我信有過耶穌 是我被耶穌接待耶穌 被耶穌做主 做王的時候 我就不會去隨便犯罪 我犯罪 之後求主赦免 所以入天堂的人 不是說 有個報道法就是這樣 入天堂 天使民 為何讓你入天堂 我信耶穌 聖經不是這樣說 聖經講到審判的經文 全部都說 按著他所行的 或善或惡受報 在馬太25章 有三個比喻 第一個就是實同類 就是要有油 這個油可以是救恩 可以是聖靈 可以有神的同在 第二個比喻 五千、二千、一千兩人子的比喻 就是那些恩賜 不要埋藏在地上 要用 如果不用的話 怎樣 趕在外面 黑暗裡面 在那裡要怎樣 愛福切子 那裡不是天堂嗎 不是 那裡是地獄 即是說原來那些恩賜生還不用 可以下地獄 然後第三個比喻 綿羊山羊 綿羊做在小子身上 因為是主的緣故 而做在主的身上 主的小子的身上 他就做在耶穌身上 他就得到永生了 然後那些沒有做在小子身上 進入永刑 你回去看看 永刑 即是沒有去祝福人 進入永刑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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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信靠耶穌得救 信靠耶穌是甚麼呢 信耶穌赦免我的罪和救我 一起說 我信靠耶穌赦免我的罪 和救我的靈魂 這樣是得救的 不只是信耶穌醫我 不只是信有耶穌 是信耶穌赦免我的罪 和救我的靈魂 但我信耶穌 我們繼續改變 改變就證明我們有生命 和自然的果子 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一定會有改變 這個改變 就證明我們是神的兒女 這樣的人才能入天堂 即是有個人 完全兩手空空的 他信耶穌 他又不去關心人 又不去愛人 又不去愛神 又不去犯罪 他上去天堂 他說我信了耶穌 耶穌啊 你信了耶穌 不過你和我沒有關係 你沒有償在我裏面 耶穌說什麼 償在我裏面 我又償在我裏面 這個人就多結果子 如果有人不償在我裏面 他就好像枝紙 枯燈在外面 枯燈在外面 枯燈在火裡 燒了 所以沒有在耶穌裏面 沒有親近耶穌 沒有祈禱的 是可以不得救的 所以希望大家 和耶穌的關係 親近神 祈禱難不難 祈禱難 你們有試過 坐地難民 很辛苦 在太陽之下坐呀坐呀坐呀坐 很久 不辛苦 不過也辛苦過很多 就是 大人 就是曬 就是曬 愛耶穌能 愛耶穌要曬到一隻東西 他關心人 曬到一隻東西 很努力 不用 其實人人都做到的 怎樣 你愛耶穌 你又關心人 看到頂姊妹關心他 你懂不懂這些人 你關心他 有時去幫他 為他祈禱 去探他 他有病 或者想人去和他祈禱 關心他 和他查經 這樣你就祝福人 還有鄰居 我們去祝福他 那你將來就可以怎樣喝 可以去到天堂 就可以進入天堂 再沒有咒座 那裡沒有咒座 沒有哭號 沒有疼痛 沒有死亡 我們讀經文俗了 沒有哭號 沒有疼痛 沒有死亡 可以進入 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好嗎 好 我們都很想去 不用馬上去 不過遲早去 遲早去 而我們知道犯罪 信任自殺種 就很慘 整個生命破壞了 還有犯罪恐怕遭遇得更厲害 有些人信耶穌 就經常繼續犯罪 恐怕遭遇得更厲害 一路罵人 會遭遇得更厲害 所以我們求主幫助我們 先求神的國 和你一切加給我們 就是關心神的國 很多人信耶穌如何 耶穌進來 我開道門 只有這麼多一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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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的腳伸進來 有些人的生命就是這樣 沒有打開給耶穌進來祝福 只是打開就不用了 你真是讓耶穌進入你的心中 帶你這麼多人進天國 神在你的心中造和 這就是先求神的國 這次一切就交給你 神會祝福你 祈給你健康 祈給你利益 在這裡有沒有人 你信耶穌的 想信耶穌有沒有 在這裡 你個個都信耶穌 想信耶穌的 有沒有在這裡 有沒有人想 耶穌說你救我 耶穌你將永生賜給我 有沒有 如果你有的你可以舉手 耶穌說求你救我 將永生賜給我 或者你說 我都不太聽話 不太乖 我有很多犯罪 信了情慾 殺了必從情慾 收敗壞 我有罵人 有發脾氣 有煩惱 有猛狀 我們就求主卸臉 我們一起去祈禱 你求主卸臉 你也是神 我裡面有很多罪 需要你卸臉 請你站起來 耶穌說求你卸臉我的罪 你站起來 耶穌說求你卸臉我的罪 你站起來 不一定是很大罪 總之你有罪想耶穌卸臉 你就站起來 耶穌求你卸臉我 幫我對付罪 幫我對付罪 你就站起來 耶穌說幫我對付罪 你不給罪影響 你就站起來 耶穌說求你洗淨我一切的罪 求你結淨我的靈魂 寫我一切的罪 聽過天父多謝你 多謝你 多謝你 讚美你 我們一起站起來 聽過天父多謝你 因為我們看到聖經的語言這麼準確 聖經是神的說話 聖經是全能神的說話 聖經一早預言令耶穌來釘十字架 聖經的語言令他的衣服被人分 而周圍的人都沒有分 那些衣服被判死刑的時候 聖經的語言 耶穌來的時間是由出命令重建耶路撒冷 直到基督出現有483年 真是照著地形容 然後耶穌被釘之後 耶路撒冷就被毀滅 並且爭戰到底 真是形容 並且聖經講到 基督是在聖殿忽然出現 耶路撒冷忽然在聖殿出現 我們看到這個聖殿預備好 等耶穌來 然後之後就毀滅了 我們看到聖經的語言很特別 所以我們真是聽耶穌的話 我們真是知道耶穌凡事祝福 我們前面的路神會祝福 神會保守 我們不用擔心 我們不用為健康擔心 我們不用為煩惱 為事情煩惱 不用為人的不好擔心 耶路撒冷 我放手 這些人的不好的事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多些放神在我心上 多些讓耶穌做主 讓耶穌做王 讓耶穌的同在 改變我生命 讓我充滿喜樂平安 充滿能力 充滿從神而來的 興灑 平安 和果子 事事愛神愛人 人們看到我們有耶穌的生命 看到我們有喜樂平安 主要求祢幫我們勝過一切的罪 靠著耶穌都可以勝過 我們知道罪好像比岩症更加恐怖 所以一旦有罪的意料 我們立刻奉耶穌命去阻止 我們想生人 知道犯罪生人更壞 更慘 犯罪帶來不好的後果 我們就求主赦免我們 我們立刻祝福祂 我們看穿祂 因為他們罵人 因為他們被人罵很多 我就看穿祂 憐憫祂 我就嚴恕祂 我就放手 我就不給祂影響 我們不用吃垃圾的 我們多些吃神的恩典 人的不好 我們看穿祂 祂是有問題 所以祂這麼不好 我們就憐憫祂 祝福祂 我們就放手 我們就善待祂 他們對他們更加好 多謝天父 求主詩恩 是祢幫助我們 個個個都結出果子 與蒙照的恩相情 叫我們不會有悔改的心 離聚的心 又整天親近耶穌 整天愛耶穌 又遵從耶穌 又服侍神 我們造在任何人身上 就算一杯流水 神都紀念 我們怎樣鼓勵人神紀念 我們為人討告神紀念 我們探訪人神紀念 我們全方就算他不信 神都紀念 是 求主幫助我們 使用我們 多謝天父 求主興起 在我們當中興起 基督精兵 不要只做一些 很殘殘的基督徒 是 我們做一些 健康有力的基督徒 基督精兵 去祝福人 多謝天父 感謝祝 祈禱 確實 各個都可以示範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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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大家正常 我想說,完結會有很短的時間 為大家祈報 但這先所說的關於聖兵的語言 有沒有不明白的地方 如果真的有不明白,可以馬上打一架給你們 有沒有不明白 你上網看,你忘記了,不要緊 Youtube找葉木 葉木斯的木 因為他不允許放葉木斯 因為他不允許身份都放上去 葉木斯的木 你上網找,立即上網 遲些在Youtube也找葉木斯 可以給一些微信的人看 讓他看到聖兵的語言的準確性 你不明白,再看 其實很簡單 一組預言 耶穌避登十字架 之前都沒有 三個被分 周圍都不是這樣的 四八八三明 六十九個七 由出命令重變 耶穌避耶穌避 六十九個七 然後 他在聖兵出現 忽然間出現 真的聖兵預備好了 然後 他來之後 耶路撒冷被毀滅 由一路打仗到底 全部都照足應言 所以我們就看到 傳呼音都可以用這些語言 簡單用 可以用來傳呼音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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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